好 马政府这一回也趁着年金改革 把18%一并来做讨论 那么强调民国84年以前退休的人 是不受到影响的 但是横跨新旧两个制度 18%就会逐年来调降 只不过我们来看看 这个制度似乎还是有漏网之余 像是包括了马总统 还有考试院长官中 他们都是在民国84年之前 担任政务官 也就是说这个事务官的资历 早就已经结清了 也成了18%改革最大的漏网之余 我们要逐年调降它的优存的利率 目标是9% 18%优存利率该怎么改 考试院长官中抓出大方向 4到5年之内降到9% 如果84年7月之前退休 结清资历或者请领一次退 则不受冲击 讲到这当然包含官中本人 因为官中在民国83年之前 就已经担任全序部长 属于政务官 事务官资历早已经结清 18%改革一点都没损失 具体的内容 将来可以到立法院 再请立法委员们来审议 我们全国军工教人员的 他们的尊严受到无辱 我代表全庆部 向所有的军工教人员 我们致歉 是为了改革道歉 还是官中自己没被砍到 部署干净出来 呸不是 其实还不止关中 马总统在民国82年 就已经担任法务部长 同样事务官资历结清 18%改革不受影响 总统似乎知道自己就是改革下的漏网之鱼 主动放弃 其他政务官赶紧跟进 我应该可能是有两年的 所谓的救治年资 如果有的话 我是绝对愿意放弃的 什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 那我政务官的18% 基本上 我是根本通通都不领的 其实包括连战 郝伯春甚至陈旅安都躲过18%波及 马政府大张旗鼓高举改革18%旗号 却有不少高官躲过改革风暴 不禁让人质疑改革诚意 3D新闻理由陈旅安台北采访